近几年来宫廷剧一直占据电视剧的主流 而且电视剧的制作愈发的专业 几乎每一部都成了经典制作 近日于正出品的演喜攻略 更是扛起了流量大旗 小编身边的同事和朋友 也都没日没夜的在追 演喜攻略里除了几位美女主演之外 值得一提的就是皇上的扮演者了 这个角色是观众好久不见的聂远饰演的 干脆利落的演技令人耳目一新 说起聂远很多人还停留 在他戴上错花叫加错狼里齐天磊的角色 这个角色虽然人物性格普通话也不多 却是许多80后90后记忆深刻的一个角色 算是童年偶像剧的级别了 剧中的聂远和黄毅是一对夫妻 而现实里当时的二人也是恋人 据说两人在大学就已经在一起了 甚至聂远齐天磊的角色 都是黄毅帮他争取到的 但是二人后来分手的原因我们也不得而知 说起聂远的情史可不止黄毅一个 据说聂远也是个花心萝卜 曾和刘云戏纳胡可等人 都有过感情纠葛 且时间距离非常近 网友猜测很有可能 是聂远同时劈腿几个女生 据悉最早聂远是和刘云在一起的 但后来刘云的好友谢娜心情不好 聂远便承担起了照顾谢娜的责任 一来二去二人互生情愫 后来刘云回忆起来 还在某个节目中说 被好友和前男友一起卖了 这话一出来就被网友扒出来了 但最终聂远选择的是演员王慧 二人婚后经常有传闻说聂远家暴 是真是假 当事人也一直没有做出回应 我们也不做深蛙 但客观来讲聂远之前的运气是真不怎么样 戏不温不火 感情也不稳定 当年张继中版《神雕侠》里选角色仪式 闹得也是风风火火 人人眼红 尤其是杨过的角色 男演员也是睁破了头想要拿下角色 聂远甚至为了符合张继中 对于角色的要求不惜销鼓阵容 从之前的照片可以看出 聂远的侧脸方的还是很明显的 销鼓之后就和寿俭了 虽然做了所有的努力 但始终还是败给了黄晓明 虽然聂远的戏不红 但绯闻倒是不断 前几年的时候还因为邱启明打架一事 被判七个月入狱 坐牢七个月后 但他后来就显有动态了 我认为了词